主席 主席 我們請 衛福部許次長跟經濟部副局長 好 我們請許次長跟經濟部呂副局長 委員好 來 次長好 好 來 先問一下 今天在報告其實有看到兩個部會的報告的內容 生技產業其實大家都知道是藍綠的共識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其實都投入了很大量的資源 也不斷的進行法規的鬆綁 希望說營造一個最好的環境 讓我們生技產業能夠起飛 我想請教這兩個部會 目前就廣義的生技醫藥來看 我們現在一年的投資額有多少 那產值有多少 來 經濟部的 來 先 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年大概以投資統計來講的話 投資了大概484.93億元 那整個營業額去看的時候是3000億左右 好 這個在報告裡面我有看到 那其實剛剛其實一直也都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醫藥生技這一塊 其實政府一直想把它打造成一個兆元的產業 好 那其實目前大概也有3000億左右的一個產值 那未來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我想要知道的是 我們現在政府對於生技產業 它整體的一個未來的一個戰略規劃到底是什麼 我們中期跟長期的目標 那我們的發展藍圖是什麼 那請兩個部會來做個說明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對於因為生技產業有開發期程比較長 風險比較高 還有研發機會投入高的這些 以及法規管制等等 所以為了推動產業 我們在生技新料條例裡頭 特別有相關的優惠來鼓勵 所以我們依據立法院通過的生技新料發展條例 我們對於新料還有高風險的衣材 有特別的鼓勵 那我們希望在各個部會之間的協調 共同合作之下 那行政院也有一個統籌 在生技鑽石起位方案之中 也開始逐一的去推這樣的產業的發展 那這幾年的成果 確實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展現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產業生技轉型的過程之中 生技產業推動是一個主力的產業 然後讓我們的產值能夠往前去做推動 那這裡面當然就包括新料的開發 或者是我們在相關的一些藥品的研發上面 以及衣材的一個推動上面 尤其可以結合我們自通訊電子的一個產業的 這種製造的能力能夠發展得更好 以上 好 那剛剛所說的產值的這個目標 大概有什麼樣的時間 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產值嗎 剛好我們推了生技生物經濟方案裡頭 那大概每年我們都會推動所謂的BTC的一個策略規劃會議 那所以呢大概今年如火如荼是把去年生物經濟的發展方案 那逐一去做規劃 那產值呢 那逐年就會有相關的一個規劃 那同仁可不可以補充一下我們 我們目前三千億嘛 那到2020年我們希望能夠倍增到七八千億左右 那這個逐年有往上成長的一個推估 那以及相關的措施 好 那請問衛福部許次長你有什麼想要做一個說明嗎 我想這一塊的部分站在衛福部的立場上面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法規的環境 其實在這個環境的部分在業者這部分一個基礎之下 他才能夠將好的這個產品的部分 透過這樣法規的這個環境的部分 能夠真正的能夠得到安全有效的這樣子的新藥可以上市 同時他也是符合國際的標準 因為台灣的市場畢竟是小 那未來研發出來的新藥所後付出的相關的一些資本 跟投資其實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他必須要讓他能夠進入到國際的市場的部分 才能夠讓這些產業的部分能夠真正的向上提升 第二部分就是有關於我們對於這些研發的這些業者 或者這些臨床的這些醫師的部分 我們會提供相關的這個法規的質詢 在一剛開始的時候就能夠提供很明確的這樣子的研發方向 跟法規的這個要求不要讓他走冤望路 到最後發現這個法規不允許的情況底下而產生很多錯誤的投資 這個也是我們在法規諮詢跟支持服務的部分 能夠讓這個研發者能夠更有精確的資訊 而且不是只有國內的這個部分的相關的資訊 我們還收集很多國際的相關有關於這個領域的 相關各個領域的這個新藥的這個發展的這個部分的 相關的規範的資訊來提供給業者之後參考 好 那我現在要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準總統蔡英文主席 他希望未來台灣會成為亞太的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好 那我就要問了喔 這樣台灣最大的優勢跟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我想台灣最大的優勢是在於我們整個的醫療的這個部分 相關的一些品質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亞洲地區來講算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這個醫療的品質 整個醫療這個體系的部分其實建構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第一個 那所以相關在這個部分的相關的人才其實非常多 包括很多一些臨床的醫師都有很多一些創新的一些相關的作為的部分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利益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要營造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臨床試驗的環境 那這臨床試驗的部分其實各個國家都都希望能夠有很好的一個生技的產業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門檻就是臨床試驗的部分 那臨床試驗能夠建立很好的相關的一些基礎跟品質的時候 很多人要經過這樣子臨床試驗的程序 都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發展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吸引很多的一些國外的大藥廠到台灣來投資 有關於這個新藥的這個開發的部分 有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我們臨床試驗的環境 有沒有符合世界潮流的這個標準 是好那沒有回答到我的是我們遇到現在最大的挑戰跟問題 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第二是資金 因為這個比較花非常這個長的這樣的非常龐大的這樣的資金來投入 那也有可能到最後資金投入一個失敗的這樣的情形 但是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一些挑戰 那當然我們面對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這些人才能夠來培養 讓這些所謂的創新跟著這些高科技的這樣子的一些人才的培育的部分 也是需要有更多的將官的一些投入 才能夠有很紮實的這個研發的基礎 來經濟部請問一下你認為的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最大的劣勢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因為生技新藥剛剛提到它的時間長風險高 所以在研發的投入需要很多的包括人力的鼓勵 以及我們在資金的一個準備當中 那因此這個部分新的產業就需要時間慢慢去try 而且這個在try的過程之中 因為研發有不確定性跟風險性 所以有時候會遇到像譬如說最近討論到多的 有些在各種的階段 他可能都遇到一些需要再重新做調整做準備的部分 那這個都需要大概從產業發展的角度 大概給予各種的協助 好來 我想要跟兩位說 就是根據生技產業白筆師 我這一份報告裡面的分析 他有指出來其中一項很嚴重的劣勢 就是學術研發跟產業的需要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針對這個落差 我想要請問一下 針對這份分析 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落差的原因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補足這樣的一個 學術跟產業的一個差距 剛剛兩位都沒有提到這一點 我想學術跟產業之間的落差 他必須要透過更多的這個產官學的合作跟整合的部分 才能夠做這樣的處理 那我們其實現在我們有很多的這些 這個研發的這些這個區塊的部分 有非常多的這個部分的這些量能在這裡 但是如何跟產業的這部分接軌的部分 當然可以透過很多計轉的方式 很多所謂共同研發的這樣的方式來加強 那當然是經濟部這邊 就有很多一些科專計畫的部分 事實上也是結合所謂的這個學術的部分 跟所謂的產業的這個部分 來共同合作之下 能夠發展出更多的一些新藥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可以建立相關的一個 政府的相關的法律的規範的部分 來促進產業跟學術這部分的一個合作 好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其實我是希望這兩個部會 能夠再多加研議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時間不多 我想請金管輝 謝謝委 來副局長麻煩 來 妳好 其實我想最後我想要花一點時間問的就是 從基亞到浩鼎 其實我是要想問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創造出產值 還是說 我們只是讓一些人在炒股票 在玩金錢遊戲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去避免 這一些炒股票的人 繼續來糟蹋我們的生計產業 那我們要怎麼樣挽回這些投資人 這個社會大眾對生計產業的信心 我想請金管輝這邊做個說明 是 謝謝委員 我想金管輝的話也是 配合政府這邊的政策的話 來協助台灣生計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上市上櫃的部分的話 是有所謂的生計股的這樣一個規定 當然它可以豁免一些條款 但是後面的監禮的話 我們是比一般的公司還要嚴格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資訊公開來講的話 貴買中心跟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話 對它的資訊公開其實是要求比較多的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委員關心的是 有關於這個交易面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的政策市場長久以來 已經有一個監視的一個制度 那所以呢其實有關公司在市場上的 一些不法的情況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會列入監視 而且我們也會跟檢調單位的話 我們是有密切配合的 謝謝 就是謝謝金管輝的說明 那其實我看你們報告也寫了洋洋沙沙的 然後說你們會加強管理 然後會來抽查 是不是有公開資訊 那也會加強的查地步伐 但是到底查了什麼步伐 不要每次到事情出來才要開始查 這樣子不會有投資人敢再對 敢再來投資這樣升級產業 那請金管輝這部分也要多加留言 是 謝謝